来 来 去 悬念留足 真的 你们这 有必要吗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对 我们不是 节目组的一部分吗 这样 我跟庞博 我们俩讨论一个问题 我们刚看见 有人回家之后 有妈妈 有孩子 有着打电话 有朋友 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有爸爸的 有两个 一个买电脑的 对 如果自己的老婆在职场当中 无论遇上任何事情 你觉得我们男人最多能做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最多 其实是能做很多的 就是你可以像他 你看你就这么老实 这么难的问题 让图语老师先给你打个样 你 还是首尔是真朋友 图语老师 我们就认真回答一下 真的能做很多 你就像亮亮的老公一样 比如说接她去 在很重要的场合 你可以接她送她 因为刚出来的这一下 她是很想跟人分享当下的感受的 对 然后也可以像晶晶的老公 对不对 给她比如买礼物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一个男人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知识 一个女人在职场当中展现自己的价值 是衡量这个男人爱外这个女人 也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你比如说家里面钱紧着你花 你想怎么花怎么花 然后你想上班也可以 但是是否真正的关切到了 她在这个职场当中所遭遇到的任何问题 对 对 是的 家里人对于女性的职场上的这种知识 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 还是要真正的去关切她在职场上 到底遭遇了哪些难堪的事情 伤痛的事情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关系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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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